罗锋得到黑龙山帝国的帝皇青睐 还扬言要给罗锋一个星系 但前提是要在前五宇宙国拿下前一千名 书接上回 宇宙天才战的预选赛已经结束 罗锋和红以及其他通过第一轮比试的选手 全被传送到赛场外 比赛的场地也全部崩塌消散 再回到虚拟宇宙后 雷神大喊道 大哥 三子 你们干得不错 一个是982名 一个是51名 救我太惨了 竟然遇见了一个叫野人的超级高手 那家伙估计是踏入了本源法则的门槛 实力强盗直接将我秒杀了 罗锋和红听后大吃一惊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高手 看来之后的比试也是有可能碰到他了 现在预选赛的结果已经公布 除了每个世界区的第一名可以直接获得名额外 其他还有10万人将会去争夺900个名额 此时预选赛的结束还有一个月的休息和训练时间 期间有很多势力前来寻找罗锋 他们的到来则是让罗锋加入他们的势力 就算不加入让罗锋挂个名号也行 但结果却是全都被罗锋一一拒绝 此时巴巴塔便通知罗锋赶紧前往虚拟宇宙 罗锋听后前去一看 原来正是黑龙山帝国的帝皇派来的特使队伍 要知道在之前黑龙山帝国的帝皇看到罗锋进入前100名时非常的激动 更是扬言要给罗锋好处 此次前来这些特使队伍正带着帝皇亲自下达的命令 为首的是一名戒主 地位在黑龙山帝国也是极高的存在 同时特使队伍当中还有宇宙初等文明国度之一银兰帝国的皇帝 罗锋刚一进去 红河雷神便起身向前 此时在中央位置的一名银色长发老者坐在那里仔细地观看着罗锋 随后脸上便露出一丝笑容说道 罗锋 我叫布特阿什卡 代表黑龙山帝国的帝皇而来 罗锋听后便恭敬地回应道 见过布特阿什卡大人 而罗锋也一眼看出了此人就是那位戒主强者 这位戒主见到罗锋后就直接说明了来意 罗锋 这次我来 一是我很想看看我们黑龙山帝国的了不起的天才 二是因为陛下 陛下对罗锋你是非常的关注非常的重视 他说还要奖励你 罗锋听后也是一论 他的心中闪过一丝无奈 因为在戒中戒的时候 他就和他的九皇子有点过节 这样是让帝皇知道了 这奖励恐怕要变成另外的了 此刻那位戒主又告诉罗锋 本来帝皇要给予你奖励的 不过却被我提议暂时不给予你奖励了 因为我向帝皇提了一个建议 如果你能够冲进前五宇宙国前一千 那就赐予你一个星系 而我所知你第一个星球领地是在地球 所以只要你能冲进前五宇宙国前一千名 那么银兰帝国麾下的银河系就归你了 这位银兰帝国的皇帝就在这里 这件事情也是经过他们皇族同意的 罗锋听后非常吃惊 没想到他们竟然给这么大好处 但是前一千名可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 原本罗锋还想推脱 但那位戒主却说道 别人我不知道 但你却是最有可能进入前一千名的 好好努力在参加擂台战的那一刻 你代表的不仅是自己还有黑龙山帝国 等你在诸多宇宙国中进行巅峰之战时 更加代表我们黑龙山帝国 说完他就把帝国搜集的一些资料 全都给了罗锋 之后便离开了此地 而罗锋三人看着这些资料心中猛的一惊 因为这里有很多参赛强者的资料 当三人看了几天后 他们就发现了第八世界区排名第三的强者 此人拿着一把双剑 当他的巨剑挥动时 周围一切都变得迷幻扭曲 明明巨剑在那 可是当对手抵挡时却会挡了个空 最终一剑击杀对手 这人的光线领域比红的还要可怕 此时罗锋一脸的兴奋 这就是野人 的确很强 雷神看到这一幕当即点头 没错 就是这家伙 几人看完所有的资料后 同时都感觉到了压力 时间很快 在擂台战开始的前一天 有着一个重要的会议 那就是擂台战的规则 擂台战分为擂台混战和擂台一对一对战 擂台混战是十万人分成一千组 每组一百人 每组会在同一个擂台上进行厮杀 最后活下来的十人算是通过混战 经过擂台混战会淘汰只剩下一万人 九百个名额就是在这一万人中产生 下面就得开始一对一的擂台战了 这次的战斗非常激烈 淘汰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最终罗锋和红都在这里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分组编号 罗锋是382 红则是161 而从明天开始就是第一组到两百组的混战 整个擂台混战持续五天 五天后就会结束